你會哪裡來 我從伊蘭出來 遠從伊蘭來到台北 計程車裡的乘客卻一臉焦慮 一看到警察就東躲西閃 就連下車還躲在車後面 警方一看不對勁 立刻上前追問 自己拿出兩包毒品安非他命 乖乖放在車上讓警方盤查 小黃乘客眼看跑不了了 乾脆大方承認 自己來台北的目的 就是要來買毒品 警方盤查之後才發現 原來眼前這個女性男子 已經年過半百 卻因為染上毒瘾 老是包車來台北買毒 過去也是因為吸毒坐牢 出獄後一直沒有工作 日常生活包括吸毒 都是跟母親身手要零用錢 你沒聽錯都已經51歲了 還在跟人家說 借了錢要由媽媽來還 就連警方聽了都啼笑皆非 只好幫媽保男打電話回家 告訴他的母親 您的兒子因為吸毒就被抓 今晚恐怕回不了家 記者王山偉台北採訪報導 李宗盧